如路如钉是将所有一切现象存在的时间短暂 极其短暂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几十年 你这样想法错误了 几十年当然比起无限的时空是很渺小很短暂 但是你没有看出真正的真相 四十真相没看出 四十真相刹那生命 我在前面也曾经跟诸位同修提示过 我们的光阴过去不再回来了 那不是一条梦是什么 去年过去了 上一个月过去了 上一个星期过去了 昨天过去了 今天早晨过去了 中午过去了 下午过去了 能再回来吗 不能的 那不是一场梦是什么 本今唯一夜主旨 再与无助 这个在今的上半部就讲过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佛可以说 把这个修行的总纲领 总原则在前面已经都说出来了 所以一步进的主旨就在无助 一破坏 佛门里面 常讲到你我善我的标准 有很多人没搞清楚 佛法里面讲善我的标准 凡是为我都是我的 凡是念念为众生 那就是善的 为什么说为我就是我的呢 佛法要破我之 你起心动念我摆在这个地方 你哪一天才能够脱离轮回 诸位要知道 只要有我这个念头在 你就出不了三界 六道轮回你永远不能超越 所以佛教给我们了 齐心动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不要想自己 这个是大臣的修学纲领 齐心动念都想着众生 慢慢把我就淡掉了 为一切众生 那我是众生之一 一些众生都好 那我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念念为一切众生 他这个善悟标准是这么顶点 迷悟标准也在此地 齐心动念 职者我就迷了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破口 官上说如梦之意 可知 做如梦官 是贯彻到底的 即是由粗而细 由勤而生 从粗学之究竟 其实金刚经上 可以说每一句 每一个字都可以当作日常生活当中 用功的关系 这是这一部经的好处 所以佛在经上屡次的告诉我们 受持读送 为人引述 乃至四句记 那个四句记是指本经任何的四句 不是指幕后这首记子 它是指任何的四句 四句就是一首记 统统可以作为关心的标准 那么这首记当然更好 因为所举的这些例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都知道这是虚幻不实 梦是总书 换炮饮 前面也一个字一个字 分别的说过了 总而言之 说明 所有一切法相 是虚幻 不是真实的 把这个境界看作梦境 实实在在是一个梦境 我们说把它看作梦境 说实在的话 还是割了一层 确实是梦境 确实是虚幻的 决定不是真实的 这个样子 你的心 自然就会清净 也就是说 行于一切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当中 自自然 自然 就不执着了 不分别了 可以放下 放下 智慧就先切难了 放下一分 就偷一分智慧 放下脸分 就偷脸分智慧 这是真实的智慧 就是自信 本具的 薄弱光明 我们今天 智慧光明 不能现前 就是妄想分别 执着 障碍住了 所以只要一放下的时候 本性里面的智慧光明 它就起作用 就先切 所以这个硬坐如实观 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路如定 是讲 所有一切现象 存在的时间 短暂 极其短暂 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几十年 你这样想法错误了 几十年 当然 比起无限的时空 是很渺小 很短暂 但是 你没有看出 真正的真相 四十真相 没看出 四十真相 刹那生命 我在前面 也曾经跟诸位同修提示过 我们的光阴 过去 不再回来了 那不是一条梦 是什么 去年过去了 上一个月过去了 上一个星期过去了 昨天过去了 今天早晨过去了 中午过去了 中午过去了 下午过去了 能再回来吗 不能 那不是一场梦 是什么 所以不要以为 我这个身体还能够存在多少年 我们这个身体存在 插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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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的 不是一小时一小时计算的 更不可以一天一天计算的 插那插那计算的 你才晓得如露也如电 才知道 不可能存在 这个经上讲的 当题皆空了不可得 这两句话的意思 你就明白了 这个论言上讲的 当初畜生 当初灭尽 就说的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这样做官从初发心 一直到城府都管用 而且是非常管用 所以他说 这是官车到底的 从初发心 一直到城府 你能够做如是官的 正确 非常正确 这个官由粗而行 由情而生 出戏前生 随着你的境界不一样 因为你做官 你晓得 这个做官改变我们的想法看法 官是观念 我们以前都把它当做实在 当真实 这是错误的观念 因为我们的寿命很长久 因为我们会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 这些 这都是错误观念 全是假的 梦境 什么东西你得到 什么也得不到 不但身外之物 你一样得不到 身体都得不到 身体刹那刹那在变化了 这是我们大家都晓得这个常识 我们进这个佛堂来 在一个半小时出去了 这个细胞新陈代谢 不晓得多少 多少个了 靠近的 我们进门来的这个身体 跟出去 不是一个身体了 这是现代人 大家都能体会到的 身体都是假的 活宽身外之物 把这些观念 统统改正过来 这叫做观 想法看法 修正过来了 改正过来了 当然我们的说法 做法了 就跟着改正了 这个说法 做法了 那是行为 修行的 修正我们的行为 那么粗细浅身呢 刚才讲了 随着你的境界 再提升 会 会由粗而息 由钱而生 换一句话说 你的境界 年年不一样 不但年年不一样 越越越不一样 诸位要知道 年年不一样 年的时间比较长 年年有进步 你的功夫 可以说 得利了 已经进入了状况 年年不一样 你自己会感觉到 别的人也会感觉到 从什么地方感觉到呢 向上 那个心变了 向就变了 你的气色不一样 你的光彩不一样 你的身体健康不一样 这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也就是说 你要是真的 能够做如是观 你的相貌一天会比一天好 你一年会比一年年轻 你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好 所有一切病痛都会恢复正常 这一定道理 你的心清净了 清净心变出了这相 就是正常的 你为什么会有病痛 为什么 妄想啊 清净心破坏了 里面那个相的时候 它也破坏了 这是很明显 能够看得出来的 功夫更要得利的话 越越不一样 到越越不一样的时候 你自己是充满了信心 真正跟佛法律徒讲 法系充满了 你得到法系 你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快乐 非常幸福 这个快乐幸福绝对不是物质 不是从外面境界的 是从你内心里头伸出来 那么这是从初学到究竟 那这是 这个我们更容易了解了 从是姓位 是诸位 是行位 是会向位 是地位 这是不断的向上提升 一切行门 皆不外此关 所有在日常生活行为 当中都不能离开四句的官方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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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